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小眾市場,就是一般的那種小型微創企業的利基點 那事實上最近這幾年一直在強調M型化 那餐飲業也一直強調說 餐飲業也就是做小,大小就是特色 中型是吃虧 那包含那個工廠也是,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那個越小越大,中間反而是吃力 那可是事實上在整個一個資產 一個雷劑,它本來就是一種小,慢慢的重大 你看起來很多個大企業,它以前都是老董打下來的典型 但它這個老董可能不是只有幾十年、二十年 它可能是四年、四十年、五十年,好像長春化工 那是幾十年很長的一種老企業,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所以它的,你如果從宏大的歷史來看的話 它的確是從小到大 可是它這個歷史的跨度 事實上這個有一個點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有辦法去複製嗎?老實講有難度 為什麼? 因為現在來講已經不是那麼的利基那麼多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現在來講事實上是 有創業的利基,但是事實上利基點的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整體的結構性已經改變了 它等於不是說你去哪裡有踩,砍下去就可以踩 只要努力結果 現在不是,現在是一踩,一砍下去可能砍到地雷,砰死了 不砍下去還要一砍新人 那我跟這不要動還活比較久一點 有點類似那種情況 所以這種整個結構性 就很像一個生態器 今天一個森林,它一樣看起來是森林 可是事實上不一樣了 它裡面可能充滿著怪獸、野獸、妖魔鬼怪 你會覺得進去已經不是只有砍柴 它只是全部武裝進去作戰 是為了砍人 你可以想像一個特種兵 你可以想像台灣的兩棲這種部隊 陸軍特勤隊、憲兵特種部隊 他衝進去 然後是為了砍兩根柴要衝出來 你可以想像畫面是衝擊之大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也是M型話 很多來講就是說 很多會垂骨M型話 這個點是沒有錯 關鍵邏輯上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這個公式 我們之前一直在強調這個公式來講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大的一個複製 這是一個客製化 這也是一般目前有一些很多的 講者他在講的時候 事實上這一部分沒有講 就是說 因為他最終還是希望可以變現 流量變現 但總後面刮我 不好意思 我今天講的可能不見得適合每個人 其實就是說你聽一聽 100個人可能只有一個人適合 那一個人賺到 其他99個人就當作是 今天來交朋友了這樣子 怎麼可能 不太可能這樣 但事實上或許這才是實話 這才是實話 M型來講他不是只有少 他會變什麼 更特別 就是跟我們現在在選 學校科系一樣 以前是教大學 台新教程就好了 現在是要選校學 不然哪一天學校的 學校的 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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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今天學校 不然我學校已經 你是哪一天學校的 沒聽過 有啊 主人說有啊 什麼沒聽過 最近那個 聽照那個 主管理論上 他還是會很客觀的去看你的能力 當然你有筆定的文憑 可是事實上心裡就感覺 就怪怪怪 說不出來的怪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事實上有些東西 也不是說是個人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在小眾的話 大眾話來講 小眾就要做特色啦 你要品牌個人IP 這種事沒有錯 那也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用短視頻 短視頻這幾年為什麼會那麼生氣 你就會開勞開課 你看我們短視頻拍一拍 我們短視頻有什麼 我們有很多的一個拍攝的節奏 角度 或什麼 這個事實上來講 都沒有錯 理論上都沒有錯 就像教科說來講都沒有錯 而事實上實際運用上來講 好比說今天不要說業界 業界也會找老師來上 而老師來講遊戲幹嘛 講得很對很對 然後來分組下去做 對有幾組合理 跟有幾組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實驗區的參數點不一樣 市場的人說 那這東西跟數位化有關 但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希望是一種 比較合理的判斷的一個點 就是說 不是講理論上落 你理論上落實當然是可以 數位化你眨錢 可是問題你眨多少錢 決定 我舉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我們工廠轉型好了 你今天設備的機台 這台機台產值大概40萬 那你搞Sensor 你加一加可能要80萬 Sensor比機台貴 那你要繼續嗎 當然不要啦 我人工去做就好了 等機台壞掉 我以後再來評估 再過5年10年 我撈個5年10年 機台再來攤比 再來評估 對啊一定會這樣 所以事實上 這個也是一個成本建構來講 那一來一往 又進入了一個所謂的龐大的 一個資金的一個部分 你不可能說 所有的人就是說 那沒關係 那我自己養團隊 我自己來設計 有人說要自己來設計機台 各位你會發現 事實上一間工廠自己有成立一個部門 在做機台是什麼 那都是大公司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是 例如說他是百人千人 他找個幾人幾十人來做這個 占總就是做這個 會否化自己的 客製化 但他這一定有一個規模提亮 但如果說今天 像今天講的時候 所有的小型公司 一般來講 有人會說 我們今天你這個算是小型品牌 還是小型企業 小型公司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把它統稱叫小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有人 好比說今天我們是經營 有人是經營的一個自媒體 有人是說 那個斜槓 他可能說 自己去找工作的 有人說 我是找公仔的 有人說自己創業 游行創業 或者說夫妻創業 anyway很多的一個部分 對不對 好比說你用很多的身份來講 這個我覺得是統治之小型 可是小型的一個點 事實上我們今天 這個我們之前節目應該有提過 小型不是說你的思維是小型 你的思維事實上 也是跟大企業是一樣的 好比說你今天企業是跟大企業大財產是一樣 好比說長春化工還有戰型室 對 很多人都聽說 長春化工不是做化工的嗎 你可以想想他戰型室 好像電影那種戰型室好酷喔 事實上是有戰型室在落實 化工事實上在10年前就已經有開始在 對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的一個部分 去做一個研究 所以等一下你今天我是一個 就是幾個人的小公司 然後跟這樣的一個部位好奇怪喔 但事實上這個或許才是一個 比較核心的一個點 是什麼 比較核心的一個點 就是它事實上是一個 它事實上是一個比較核心的點 就是說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彈性的點 可是你一般來講 就是說你一般公司 你要能做到 一般的小公司 你要能做到這樣 好比說今天是一個小型的創 那個什麼 資便宜創造者 你要有思考到那種大公司那種戰 這什麼可能 所以就像這個之前有呼應到我們之前 為什麼很多的老闆 反而比較容易去自媒體的部分的一個成功 為什麼 很大的一個點是什麼 很大的一個點是因為 老闆他有這個思維 有這個錢是沒有錯 但重點是老闆有這個思維 他有這個思維去做這件事情 有這個格局這個認知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才是一個 比較核心的點 這才是一個比較核心 但是有思維啊 有這個認知的格局 事實上這個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點 而這個事實上 而這樣的一個點來講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 這樣點的一個部分來講就是說 點的一個來講就是說 那你這樣的話 小公司那怎麼樣跟大公司平 所以就是說今天這個規模 你變成是並行的 當然好比說今天舉個例子 你要說什麼時候創業最好 就當你準備好了 然後又舉例 今天要舉例 今天好比說 今天好一個 200人的公司 然後裡面的總經理 兩三百人的總經理 總經理一般董事長是老闆 總經理一般來講 大概兩三百人 三十百人他就會請專業的經理 那專業經理有可能是他裡面的內部提法 或單體運商可能就不差 跟他沒有血液關係 說貝爾的經過血液關係 那這個總經理呢 他可能在幫這公司做得很好 一直做得很棒 拿拉的很好 但老董呢 他的小孩呢 也大概持家立業了 然後早上回國了 就把總經理給他 想辦法變化 拉一下 然後拉自己的兒子上去 對合理嘛 這種劇本真的很常發生 那這個總經理被變化被弄掉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最後 約PIN 然後就是用約PIN的部分 然後時間到了把它弄走 那這個總經理要說 總經理應該要自己創業了 總經理就說 好 總經理如果說現在還要出去自己找人脈 自己找工廠 等一下 可能會有點慢 但總經理怎樣 總經理如果說 好我今天被file 我今天離開公司對不對 東西收一收對不對 然後呢明天呢 怎麼出現在另外一個廠房 是跳廠嗎 不 是到自己的公司 他之前已經規劃好了 只是他之前沒有 沒有 進駐 現在就順勢上去進駐 那這樣子來講 對他來講是怎樣 對他來講是怎樣 是好的嗎 對阿就是他最好的創業時間點 他之前在 兩三百萬大公司 他總經理他一個月薪水拿很多 以前bonus拿很好薪水拿很高 然後又是總經理 他繼續做 沒差 但是當他來什麼時候 到新的公司 他應該要正式上接掌 這時候 因為他已經沒有舊的工作了 他這新的部分就直接順利的接掌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一個部分 對沒有錯 事實上 那你說這樣的話 不就是很剛好嗎 對阿 這實驗對他才是剛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這總經理是 當他離開的時候 才要開始去規劃 思考 從原打工仔變成創業者 經營者的部分來講 他的步驟是不是就很慢 又可能一來一往 可能慢了好幾年 對 所以等於是說應該來講 就是說這個東西來講 是社會來講 很多東西是平步 很多人雖然是小型穿 可是現在 有時候我們之前很常講 有些微型 有人說小 可能小人事實上 現在利潤好 船小豆豆 可是再有一個點 你雖然是小 但是你的整個的一個Label 必須是要跟大公司的企業 是一定要一致的 你這樣才可以在混亂的環境中 就像 你是一艘小船 然後在海浪中 你沒有什麼對手 對不對 你跟人家不會太一起 但是問題浪現在變大了 你小船沒有一個很好的航海技術 你會翻船 以前這風名拉不進去 所以事實上是小船 事實上跟大船 大船會怎樣更有優勢 因為一碰小船就垮了 那現在來講 事實上是怎樣 整個環境變大 小船是怎樣 焦岩變大 小船是好掉頭 沒有錯怎樣 但是問題風浪也變大了 你小船如果沒有好的技術來講 你不要說撞到礁石 你浪一大就翻了 你比較有更好的技術 雖然裡面能吐的那樣 但是你的技術很好 事實上都包含 現在有很多鑽形式的舉例 舉例講 我們講鑽形式好了 鑽形式很像大公司來用鑽形式 那你就小公司來講 沒有鑽形式 沒有鑽形式 沒關係 我們外包很多來講 很多像餐飲業來講 我們沒有餐飲業 我們點餐系統 我們要無人化 我們很多點餐系統 我們要省具外場內場的一些點 什麼可以用 點餐系統可以用 買租用外面的 事實上各位很清楚 買租用外面的會員點 除非你請人家客製 否則你應用別人 一定會有限制性 那你就要沒關心 我可以符合你for很多點 但事實上限制性會怎樣 老實講會很高 會很不方便 那事實上這個限制性來講 也會造成一些點餐 而且又要偶爾的發花費 你只要沒關心我自己設計 如果說你本身說 我今天這個小老闆 我本身又會設計這種所謂的APP 或者這種開發系統 那你自己設計一個很fony的 那很棒 可是問題並不是所有人 都有這個專業性 所以等於是說 你會用外面的一筆花費的建構產品 你要建構出一筆花費的部分 這個東西來講是不是能到位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部分能不能一次到你所需要的點 又是一回事 這個才是一個點 又是一回事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個所謂的一個應該來講 在這所謂的一個人說小型的部分來講 它是一個好 可是事實上我們今天 那你說那你今天講的是 以前你不是講好嗎 可是你現在為什麼覺得要點 因為我覺得是一種多重面的 好是它的優點沒錯 可是事實上我們講的一些隱性的點 這些隱性的點一般來講 比較就是一般舉例來講 大家都說好的時候 還是要一個比較理性的講說 好但我倒是好沒有錯 但是問題它有沒有一些風險 這些事實上扮起了一個風險來講 事實上它隨便一個風險 這可能就是讓這種小型的企業 小型的公司 小型的品牌 小型的狀況都是一倒就倒了 你說什麼資金店或什麼 事實上那個都是一個點沒有錯 那是你個人的 就好比說你品牌 你東西好不好吃 影片好不好看 那工廠品質都不高 這是一個基本的 如果你說就好比說 你是一個廚師 你東西不好吃 你希望人家賣多跟少 不是便宜跟低 人家根本就不會進來 要你工廠做的東西很爛 說實在話 你說我賣很便宜 你不會下單 你的影片根本就不好看 你說我的很多廣告 不光很多事 人家根本連看都不想看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 這會一個很大的點 就是說 基本的這是一個基本款 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我們講是一個戰略性的部分 就是說你如何去做一個很好的調配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點 就是說很多人就說 我希望可以自己去學習 很認真這個理解 很認真到一個階段時候 事實上說一句 我覺得學習比較扎心的 還是要自己去殺出一片重圍 找到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當然就是說 在小朋友來講 就是說 現在來講 有什麼可以 很多人來講 現在有什麼可以做 事實上 應該來講現在很多東西可以做 可是現在來講 就是說做的東西來講 它的風險性 或它的技術性 一般人會講技術性 就講說可能是 如果做餐飲 可能它的敏感變高了 技術變高了 技術變高了 事實上是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講的技術性是什麼 你必須要縱觀全面的那一種能力要很強 它就變成是有點像一個授課老師 他在教台下可能幾百個員工 幾百個聽課者 但有可能 他教聽課者之後是如何做小吃 但有沒有可能是講師的 Label的能力去做小吃 他本身比較容易出獲 就是說一樣是做小吃 要做好吃的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說 你的那種格局 它可能比較拉很高 你對很多事情的風險 判斷要變得很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點 然後還有一個點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不知道會不會認同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點 就是說 你變成彈性要很大 我覺得一般人可能比較沒辦法記 就是說 以前的寒冬就是一年中的幾個月 現在的寒冬可能是一代中的幾年 就像疫情那一段時間 它只是一個寒冬 只是這個寒冬是幾年 雖然你都餐飲也刮了 就通常刮了 你接下來是說 隨著接收越快 這種寒冬 它可能不會像疫情 像4、5年 但有沒有可能一個寒冬 它是一年 以前來講 一年公司可能就要review 可能就要重讀 就要縮編了 但好比說 假設今天一年 然後明年正常 好一點 然後再來有一年 那公司可能就真的是 我進來東北六年 因為它的資本太大 那公司 你不用替大型公司擔心 不用 你不用替公司擔心 不用 有情人 就縮編 然後裁員 弄走人 然後最後確認再補人 都這樣子 公司大 它可以有這樣的貪心 但是小公司呢 那小公司來講 你今天假設 你今天是微型創業 5個人一下 不要說一人微型 5個人一下 算4個人來講 假設你4、5個人來講 4個或5個人來講 OK 沒關係 我們這幾年來講 我們就大概會吃自己 然後兩年之後再集合 問題是你周圍這些人 有辦法跟你這樣的一個配合調整嗎 船再小 你要把船七十兩半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辦法扶起來 這是一個點 你就是說 如果退到一人 事實上一人 我覺得它是一種 一人公司或一人企業 我覺得它是一個 有點類似上是一個 你說到製片型一人是沒有做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做到實體 就所謂的造學功能這種東西的話 一人我覺得他個人是覺得 鼻子會覺得他有點比較偏向是什麼 是一種精神層面 他可以落實 初期可以 但是你當你在運轉 運作的時候 然後想他的時間會變得有點難 舉例 舉例 以後客服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AI 沒有做 可是問題是說你中間那一段 建構那一段 誰要幫你建構 你要花錢去外包嗎 還叫你要自己做 那你有辦法很多錢嗎 舉例來講 像今天假設你今天請外面公司 幫你開發一個程式 或幫你開發一個功能 老實說事實上 各位發現前面溝通 我寫需求公司 來給我 然後就做 做好做好一百兩百 就這樣子 中間很多的問題 驗收你很多的測試 很多的優化 這想考你自己 甚至說難聽一點 就是說他出來的公司來講 有些公司它是限制功能 你根本沒辦法 一直改你就花很多錢 你怎樣 最終你怎樣 你這個東西可以研究完之後 你自己等一下去類似 建構出下一個更好的能力的情況下 然後下一次有機會 再用更好的機會去超國具 因為彎道超車這種情況 可是這個過程來講 它需要很多的人去做功能 別的debug 需要debug 不就是debug 它需要很多人去發掘問題 這些東西 如果你就一個人來講 你根本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是很多人在建構來講 你說沒關係 我幫你規定好了 你講到做人家付費一點錢 那不就回歸到加盟的部分 對啊 加盟不是不好 可是問題加盟 它有太多的資訊不對稱 導致你沒有辦法理解 而真的不好 而它的不好是這個意思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說今天來講 很多東西 事實上它的一個 我覺得 事實上它很多的一個過程 小來講 它事實上是有它的優勢 但事實上也跟市面上都講一樣 但是問題我們今天講的是 從優勢中的縫隙中 有看到一些所謂的 好比說今天磁磚都很漂亮 那中間有個縫隙 磁磚很漂亮 那你只要縫隙還是有個縫隙 那這些縫隙中有沒有可能會 會撩起來 會碰垢 會不會 磁磚會不會什麼 會包包風 對不對 包住風 代表有縫隙沒有辦法 miss 咕咕咕咕的聲音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風險 只是說這些風險 有些是很明顯 是很明顯 但是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 有人說 沒關係我今天上課給你 我讓你避坑 但是有沒有可能進去說 接下來的更坑 更是隱性 你看不到的 那一踩下去更恐怖 因為你事實上不管 創業 一般來講創業投資在講 他投入的事實上就是說 你如果規模大是投資賠錢 你規模小是投資行李 然後你就算沒有投資 你只是在規劃的時候 你只是什麼 你的腦力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連帶關係 但事實上應該一個點就是說 事實上一個 蠻明顯的一個點就是說 事實上在整個的一種 整個的一種 在一種企業或很多的一個 資購他的一個 一個 一個成一個什麼 資購他的一個落實性來講 有沒有 資購他的落實性來講 很多來講他是什麼 他事實上是有一定的一個 對應的一個方式 事實上他對應 資購上他是有一定的一個對應的方式 那事實上我覺得 這個事實上可能才是一個什麼 他事實上可能才是一個比較 你可以說是比較核心的一個點 或說比較關注的一個Point的點 我覺得事實上 他的一個邏輯的點可能在這裡 對 所以等於是說應該來講 對很多的一個 很多的一個情況有沒有 對很多的一個情況來說 事實上小公司來講 他有他的優點 大公司大公司 你規模大大 當然是你的利潤大 一個跳投資 一個裝圖房 一個裝空管對不對 總部可以集合 連邦輪的一個城邦可以集合到這裡 事實上是很好 是沒有錯的一個情況 可是事實上這個情況來去 做的一個過程中 事實上很多東西來講 就是沒有辦法移入到位 所以才會有點小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小來講 事實上 我覺得一種比較 我覺得比較接替器的一個思維 應該點就是說 小他可能是一個精神性的象徵 他可能是一種 其實代表說你今天要走小東平白 小可能是一個過渡性的一個部分 小可能是你在思維 或者你在目前在做摸索 或者你目前花費的金額不足的時候 小的一個情況 但小他會不會最終是一個 一個點 你一個人你說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 好不說你今天一人是一個人做 十年之後你是一人 但是你是一個人 你十年後一人還是一個小攤車來講 會有很大的風險 你會不會體力變弱了 你會不會體力變弱 你做的事情變慢 你這個東西 以前他講你可能說 你可以同步看手機又可以炸 你老了 年紀大沒辦法老 你就變慢 有可能就整個拉大了 就是說事實上裂縫來講 他很容易 以前是一敲打有沒有 但是因為一敲打有可能瞬間的拉大 為什麼 共振效應他變得很大 所以等於是說他的很多的一個不確定 很多的一個外在性 他想去變大的時候 他的確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什麼 很大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事實上 今天來講是一種比較客觀的部分 來去分享這件事情 但是來講小的確是小的好像也是個幼子 但是他伴隨著一個點 我覺得事實上 這些點可能在某個層面上 你可能初期可能去忽略 因為畢竟你要炒創 但是事實上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反思這些點 因為這些問題有沒有 你不存在他還是都是存在的 對呀就是說 你身邊0149這個一定是你 但是你不一定是他 他還是會存在 就是說你哪一個時間點 當你平穩的時候 這個問題還是要落下時去面對 我覺得這可能才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一個 對應的方式 好 今天先聊到這邊 Bye